日本闪电宣布索国显然是晚了一步 在今天证实变种病毒已经正式的入侵 成为亚洲纪香港之后 第二个被新变种病毒公布的地方 日本29号闪电宣布索国 国际机场大厅人潮瑞检 但当局可能已经晚了一步 国内发现首期染上Omicron的确诊者 是一位30多岁的男性 在28号晚间从纳米比亚入境 有轻微发烧 目前正在检疫所隔离 与他同行的另外两名家人结为阴性 这也是亚洲第二国被Omicron入侵 新加坡同样也是奴隶大敌 卫生部表示已经开始追踪 与两名染上Omicron的转机旅客 有过接触的机场人员 这两人都是从南非出发 在张仪机场转机 尽管大部分的同机旅客 都是待在转机区 直到搬机起飞 但已经有7人入境 目前都已经安排隔离 我们希望完全疫情 菲律宾政府也推出 确诊但他26号才去青龙电影奖 与李正仔一起颁奖 台下还有宋仲基和润额等 以线大咖全都没有戴口罩 如今都身陷染疫危机 记者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